每個人的知識是有限的 我想我今天是作為一個 有一點點台灣史專業背景的 一個觀眾的角度 提供一點觀影心得好不好 我希望這個樣子 它不是代表任何知識上的傳播 或什麼樣就是存在這個分享 那當作炮磚影域 從它的標題開始就讓我不斷思考 這個標題就好像一個偵探小說的謎一樣 什麼叫做尋找1920 任何人看到尋找1920的感覺是什麼 這是一部關於時代的電影 結果最終它變成一個關於人的電影 不過這個本身它是一個美麗的舞蹈 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創造了一種困惑 逼迫我去思考 它不是在講一些20年代東北亞的政治史 或文化史的紀錄片 那它不是關於時代 它是關於人 那其實我在看電影前有很錯誤的期待 因為我是一個 我是政治學家 但是我在歷史學院就做工作 那我的專業是做政治史跟思想史 所以當我們談一個時代的時候 我會對那個時代的政治背景 社會的狀況還有思想狀態有很深的興趣 後來看到的是兩個殖民地的一個年輕飛行士的故事 但是呢 這部片就只是謝文達跟安昌南的那個生命史而已嘛 我的看法是我覺得表面上看起來是兩個個人的生命史 其實深層一點看 導演用兩個同一年出生 1901年吧是不是 出生的這兩位 同樣都是殖民地出生的兩個飛行士的生命 他平行的勾勒出的 可以說一次大戰以後到二次大戰之間 主要是大概是20年代為主了 但是因為安昌南比較早逝 但是這個謝文達的話 他的故事一直到了終戰這樣子 這段時間的那個台灣人和朝鮮人在兩大強權 就是日本帝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你可以說徘徊 或者受困的一個軌跡 揮之不去的一個感受就是說 這是一部以個人生命史來作為民族史的原型 借用個人生命史去展現民族史的一個影像作品 這樣 換句話說你看見他講的謝文達跟安昌南 就在背後講台灣人跟朝鮮人 大家知道在記號學的那個領域裡面 所有的記號都有意義 1920年代的記號這個符號它的意義是什麼 在這個截圖當中 它有兩層的意義 一層是呢一方面 1920年代這個年代剛好是這兩位青年 他們成年他們進入了歷史舞台 然後他們開始活躍在歷史舞台的這個時間點 他同時也是所謂台灣人和朝鮮人在政治上 開始承受的年代 換言之1920年代呢是台灣人和朝鮮人 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並且快速發展的年代 那這段時間這兩個民族開始形成一個現代的政治主體 他們試圖去追求自身的主體性 用比較通俗的語言就是說民族自覺的年代 什麼叫民族自覺 作為一個群體他們要求自己有 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也就是說1920年代剛剛好 不只是個人的成熟也是一個群體成熟的年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個人生命跟群體生命交錯 或者相互參照的那種感覺 是在這個電影裡面感覺非常明顯 所謂1920它指涉的其實不是特定的那個時代 而是特定的個人生命史跟特定的群體生命史的一個時間相度 時間相度有點抽象 英文叫Temporal Dimension 一個人生命裡面有一個時間相度 它是生長在什麼年代的 最終它涉及到是小歷史跟大歷史的教會 這樣講 這個時代確實有一些重要的特徵 它是存在的 然後它對於這些特徵 對於我們理解這個影片當中的個人和民族的生命史 其實應該會提供一些重要的線素 紀錄片不是歷史學也不是論文 紀錄片有紀錄片的目的跟它存在的功能 那在這裡面我作為一個專業的政治學跟歷史學者的話 就可以提供給大家一點點關於這個時間 1920年這個世界史上這個時間的一些意義 然後這個線索可以幫助我們點解 我們的電影作者想要傳遞的一些訊息